男人仰尾时间短 关键还在干 教你一招 书干生羊严实增长 大部分人都觉得男人出现仰尾时间短的问题 关键肯定是肾虚了 但如果真是这样为啥那么多人去补肾却没有什么效果呢 这其实就是因为有一部分人仰尾时间短的关键在干 快看看你是不是这样吧 首先如果你仰尾时间比较短 然后刚好身上压力也很大 心情比较急躁焦虑 舌头伸出来呢 就跟下面这个病人一样 两边明显骨胀发红 那或许就是肝的问题了 因为肝主宗筋 这宗筋其实就是中医上对男性器官的称呼 中医认为肝主输泄可以让气血往下走灌注宗筋 就相当于西医所说的海绵体充血 所以如果肝不好 肝气淤质 气血流动不通的话 疲软时短就会照上门的 这种情况下 调理就不能补肾的疏肝为主 而这个病人舌中也有裂纹 证明他肝于克脾 脾胃功能也比较差 所以得疏肝健脾为主 参考肖油丸就比较合适 或者你舌头伸出来之后 不仅两边骨胀 舌根也有防腻胎 然后平时不光阳尾时短 脾气急躁易怒 还出现了一些大腿根部潮湿 阴囊出汗 有异味 以及时不时口干口苦的情况 这种关键点也在肝 不过不是肝气愚致了 而是肝精湿热所致 因为肝除了煮中筋外 肝精巡形也是环绕阴气 所以当肝精湿热过重 熏绕中筋时 也容易出现功能问题 这种条理就得清肝胆湿热为主了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参考龙胆蟹肝汤加减 总之出现问题时不要乱补 更不要盲目盯着肾补 先弄清楚自身情况 然后对症下药才行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身体不适 最好线下到附近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